習近平現身江蘇後無奈 江蘇福順公司被立案偵查 被指涉嫌非法集資 公司實控人南京富豪楊宗義 被採取強制措施 江蘇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老家 近期官場震動不已 外界關注楊宗義落馬 再度衝擊江蘇幫政商圈 在11月17日 江蘇省楊州市公安局 航江分局發布警方通告稱 江蘇福順財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下稱福順公司以高額收益為理由 向社會不特定公眾吸收資金 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 通告稱 目前福順公司被立案偵查 福順公司夏偉國等人 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實控人楊宗義已被南京市公安機關 採取強制措施 福順公司於2014年2月17日 在洋州市航江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登記成立 據AI財經社查詢 天眼查Apps獲釋 福順公司法人代表為劉立成 最終受益人為夏曼國 後者持有福順80%的股權 在開庭公告中 AI財經社發現 2020年8月底 福順公司曾因侵權責任糾紛 而被陸陷告上法庭 至至目前福順公司已被捲入多宗法律訴訟 和立案信息中 另據微信公號大貓財經介紹 福順公司實控人楊宗義為福中集團老闆 楊宗義1964年出生 1991年至1995年 為南京福中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作為福中集團的創始人楊宗義 目前還擔任中國企業家聯合會理事 江蘇省工商聯合副主席 江蘇省政協委員會等職務 而楊宗義落馬時間點敏感 適逢習近平剛剛考察江蘇南京、揚州等地 據中共官媒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11月12日至14日 在江蘇考察 12日下午 習近平考察江蘇南通博物園 對近代清末文初主張 實業救國的商人張健的事跡 發表了大篇幅講話 在11月13日 習近平在江蘇省揚州市考察調言 14日上午在江蘇省南京市主持召開 推動長江經濟大發展座談會 並發表講話 在習近平考察前夕 中共中央依法治國辦第四督察組 中共中央督察政法工作條例 落實督察組 全國素黑辦第十特派督察組 幾乎同期進駐江蘇省展開督察工作 江蘇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前國家副主席李元朝等人的老家 江澤民是江蘇省揚州市人 近年來江蘇歡場持續震盪 江蘇原南京市長貴建業 南京市委書記楊偉澤 江蘇省委前常委兼秘書長趙紹倫 江蘇常務副省長李雲峰等 多名省部級官員先後落馬 其中貴建業是江澤民的心腹 在江的老家揚州主政長達8年 被稱為江澤民老家的大本家 時政評論員李二銘分析 習近平考察江蘇南通、揚州、南京等地 並就張建的時席發表講話 釋放信號後僅數日 江蘇福信公司被立案偵查 實控人、南京富豪楊忠義 被採取強制措施 之間的關聯性令人聯想 李二銘分析公開信息顯示 楊忠義福中集團 自虛年以來 就被列入失信名單 並被下法限制消費令 福信公司因涉嫌非法集資被立案偵查 這個表明 習近平當局加強金融監管 及銀行系統整頓後 楊忠義福中集團之今年 很可能已斷裂 另一方面 楊忠義本至江蘇官場下海 至今官方投降與榮譽頗多 過去25年 福中集團的發展壯大與江蘇官場 及江蘇邦政商圈物不可分 楊忠義及福中集團出事 與江蘇官場被清洗之間的關聯性不難想像 後續政治效應值得進一步關注 總之既能被為代替 與江蘇官場下海蘇高 准確正世界 除非選擇 和力性 重造的 職場